現在氣溫是7度,還在海邊 然後我就看到這一幕 這位師傅,你真是,嘩,你看看 其實我也很冷 嘩,真厲害 我沒想過要出來,因為裡面有暖氣 一樣,中招了 我今天才說你,啊,很聰明,連外套也不穿 我還好,現在頂到裡面都還可以 嘩,還有幾步路,還有多了,要跑 這位仁興真是,夠便 短就7度,真是 我們看到Panasonic 其實它今年是很低調地,都有一些新東西推出 這一支就是最新的100mm Macro 它們現在正在試用 28-28mm 就上了在一部,我很懷念的S1H上面 都,真是,幾細枝 跟它這支KID鏡那些,差不多尺寸 跟這支20-60mm 就是縮短的時候,是差不多的 它這支鏡頭的光圈,就不算是很突出的 就是4-7.1mm 但是,換來是一個極細枝 極輕便的Size 就算增加速度,都是突出了這麼多 已經是200mm了,其實 以Full Frame來講,這支鏡頭都很細 而且它的放大率是可以去到0.5倍 都算是一支,真是很有彈性的一支天涯鏡 鏡頭現在呢,我扭到最近對焦距離 在28mm的時候 哇 可以對到這麼近的 另外一支新鏡呢 就是這支100mm的Macro 很好啊 而且它好像是地上最輕的一支白味 我剛才都拿過,即是靜鏡頭 哇 真的超輕的 不是開玩笑 其實有些傳聞就說 Leica應該準備出SL3 但是暫時在CP Plus就未見到 但是既然如果真的會準備出SL3 而規格都說到這麼癢的話 有機會 Panasonic S1-R Mark II 都可能在今年或者是遲少少 都有機會會出的 我覺得Panasonic今年 應該就這些新機應該就不掉 還有它那些新的鏡頭 剛才都看到 它都開始走一個很輕便的路線 即是將一些天涯鏡 和微距鏡頭都做到是很輕 還有拍攝的彈性又挺大 都是一個挺好的準備 另外相機廠當然還有OM System 有少少橫鐵不成抗的一間床 一進來就看到它們的新機 就是OM-1 Mark II 還有這支新鏡 1850-68的變焦鏡 嘩這支真的 其實跟Sigma那支 真的完全是一樣的 整個線條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很划算的 它這個給你市場炮的區域 它是一直播出小小聲 令到你好像置身在野外一樣 那這支鏡頭其實都幾誇張的 哇 即是以M43系統來講 這一支 其實真的會不會就是Full Frame那支 移植了過來呢 因為真的很像樣 連重量都差不多 那新機呢 我們就暫時沒有試過 我自己都是 還是Double OM-1 不知道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或者遲些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在香港再試一下 這一支呢 真的我每次看到都會拿上手摸一下 就是 Olympus的150-48 4.5光圈 再加來自1.25Tc的鏡頭 真的很有型 可惜真的有點貴 否則都買來玩一下 內邊照白色 還要有Tc 這支 真的很有型 還有一支呢 就是 9-18 4-5.6 第二代的新鏡 那我曾經都擁有過 9-18的那支鏡頭 因為呢 真是幾方便的 很細支 的Ultra Wide 那時候呢 就用Pan F 再加一支9-18 還有就是 另外一些很細的定焦的鏡頭 就去旅行的時候用的 那這些鏡頭 真是 一機三鏡 擺到一個很細的Sling Bag那裏 那裏呢 就已經搞定了 又輕 那可惜 現在M43這個系統 就越來越多人都是覺得 即是有點雞膩了 那不知道 OM System 即是 現在接手了之後呢 會怎樣去發展這個系統 那當然都不希望這個系統會掛 希望它可以用這個 這麼輕巧的相機系統 做多些東西去吸引人 去用這些這麼輕便的相機 今次這條片呢 我們就看完OM System 和Panasonic 那接著呢 我們下條片呢 就再看看其他的 副廠鏡頭的廠商 有些什麼展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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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